星期三口罩十明治3.0就要上路了 只要拿着健保卡来到超商查入机台 就可以轻松预购 按照超商多媒体机指示点选预购口罩 再查入健保卡留下手机号码 就可以拿着小白单去柜台付款 不用再等待抽签 隔周就能领取 隔周就能领取 隔周付款预购的口罩 口罩十明治3.0开放超商登机预购 从22号上午8点开跑 直到24号晚上8点 隔周30号到5月13号开始领取 全台总共有万间超商门市可以配合 只要是16岁以下的民众 他可以选择的是儿童口罩或是成人口罩 但是成人口罩的部分 成人的部分只能选成成人口罩 如果有儿童口罩需求的成年人 恐怕还是得到药局购买最方便 为了分流口罩需求 药局网路跟超商三轨并行 也将超商的购买流程再简化 希望能增加长辈们的使用意愿 如果超商这样还要再等下个礼拜 我就觉得要找两次 那就干脆到药房买的啊 要几天后才可以拿嘛就对 所以去药局还在比较方便 对啊 还能比较好 要多付钱吗 要多付7块钱的运费 还要再多付7块钱 下次可能去药局会比较好 不过大多长辈还是希望能限买限拿 包含得多负担运费也成了考量因素 但也幸好有口罩3.0的上路 让上班族与学生购买口罩更方便 这是应众虚伟仪台北报导